给予身心障碍者更多的资源服务 苗栗县慈灰关怀协会在春节的前夕 精选在地优质咖啡烘焙的业者 推出咖啡礼盒意卖 号召爱喝咖啡的民众以及社会大众来响应支持 口味种类多元丰富 绝对是过年送礼的首选 还在为了过年送礼烦恼吗 苗栗慈灰关怀协会联合县内首座咖啡店家 推出精品级的咖啡礼盒 里头至少有五款烘焙风味 每一盒都是精细 搭配牛皮纸包装 简约设计相当有质感 因为这次我们挑的这个咖啡店 是因为它本身都是以手作手工为主 这次特色是它把很多不同的咖啡种类 把它合并在里面 那希望是在不同的族群跟人群里面 它自己去挑选它喜欢的 那未来当然它还是可以回购的时候 是跟我们讲它想要的口味是什么 我们再从这个部分来做处理 苗北慈灰关怀协会协助身心障碍者 在高职毕业之后不断学习 培养一技之长 每年春节前夕都会举办一卖活动 考量台湾咖啡市场大 这回就以方便携带的额挂式咖啡包 欢迎爱喝咖啡的民众 机关团体等各界人士一块响应 商家也利用这样的方式算一个善心的回馈 然后提供给弱势团体 让我们可以比较辞职以恒可以来做服务 网路上我们都会po 其实我在很多竹南头份 包括其实到苗南的部分通宵院里 我们都有一直在po这个讯息 如果觉得OK的话 可以从网路上来跟我们订购 那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打电话到协会来是OK的 我们这边都会有专员跟干事来帮大家做服务 义卖所的扣除成本之后 咖啡店家将以每盒50元的善款捐助给协会 两个单位携手做爱心的同时 也既有社会大众实际行动 温暖更多伸张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